院長早 吳一碗你好 院長我們知道這一次的武漢肺炎疫情 在蘇院長的帶領之下 台灣的防疫已經受到國人 跟世界很多國家的高度的肯定 那口罩的製造跟分配也受到肯定 院長辛苦了 那在檢驗部分 我再次提出就是說 希望衛福部能夠盡快成立檢驗國家隊 那今天我們也看到媒體報導就是有快篩 但是我們知道快篩在7月以後才能夠出來之前 也能夠增加普篩的這個數量 那目前我們知道最高的量能是可以到三千 每天三千多人次 但是好像每天平均也都才一千出頭 所以在這裡就是希望能夠再徵收更多專業的 像醫檢師 還有放射檢驗師這些人士 能夠來加入檢驗國家隊的團隊 然後在他們的待遇方面 能夠用檢驗量能來評定他們的薪資家計 那再來也謝謝藥師跟公共衛生專業人士 這幾個月來的協助 那也希望這個院長 行政團隊能夠也給他們很多支持 再來就是生技產業 我們知道韓國他們就是 很早就在生技產業有所這個研發 所以這次疫情他們就做得很好 就是每天很快就可以上萬次的這個篩檢 那另外就是在衛福部也希望院長 督促他們能夠做像工業區啊 核電廠附近的流行病學調查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院長這個拼經濟也希望能夠在民生 這些健康福利方面能夠加強 院長你請支持 謝謝委員其實檢驗是第一關 我們非常感謝有這麼多的檢驗人員 在各地在全國的這個疫情情形下 為我們做非常大的服務 也受國人肯定 目前這些我們相關檢驗人員的量能是足夠的 不過未來萬一疫情有嚴重的發展 我們一定已經做好相關的準備 那應該再加強再補充人力 再對相關有執照沒有職業的相關檢驗能力的人 我們也應該來怎麼樣運用 這都有準備 不過目前疫情沒有走到這個階段 好 謝謝那請院長能夠注意 所以如果需要就是現在就開始準備 應該就不會說到時候如果疫情爆發 嚴重的疫情就來不及 那再來就是有關口罩 我們也看到政府有支援其他國家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是用華航去送口罩 所以希望能夠來重視這個事情 不要讓國外誤會說台灣的口罩變成中國的口罩 所以這個證明的部分我們也看到 目前大概只有台灣還在打職棒 但是也是因為我們這個職棒叫中華職棒 那也被誤會說是中國還在打職棒 那是不是院長你認為是不是這些名稱都應該改名了 目前在台灣有很多的名稱 因為歷史的緣故 所以確實以今天世界上運作的情況 常常會跟中國被混淆 這委員所舉的例子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我們確實尤其這一次疫情 全世界都肯定台灣是防疫做得最好的國家 而且都是用台灣台灣 所以我們怎麼樣子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不是中國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這確實是非常有必要的 謝謝院長 那再來就是希望院長在環保這邊 礦業法能夠趕快來提送本院來修訂 我們知道現在完全執政 那如果行政院積極送出來 我想現在立法院的共識已經越來越夠了 所以是不是能夠來支持 那在其他的環保的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台灣很多農地都有發生廢棄物污染 那雲林這個是在選前黃國山委員所指出的 西羅的廢棄物填在農地 那國參署也測出就是說污染重金屬也超標了 好幾十倍都有 那再來我們看到台南 台南這個不鏽鋼廢爐渣去污染農地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這個連這個玉米都長不出來 或者是長成這樣子非常不健康的玉米 所以在這裡就是要請 這個就是當地採樣的這個不鏽鋼廢爐渣的樣本 那這裡就是要拜託環保署能夠折成這個所屬的環保單位 如果有土壤的可疑的污染就要用網水來檢測 那另外我們看到旗山 旗山這個中鋼的這個所生產的爐渣轉爐石 也埋到旗山結果兩三百萬噸 結果整治費用要87億 那我們知道環保署的一年的土機會的基金 也不過才十幾億水屋基金也才十幾億 所以說我們一年的環保單位的預算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去做這個污染農地的整治 那署長我這裡還有那個院長 我就是希望能夠重視這個污染的土壤 農地土壤被廢棄污染這麼嚴重的情形 那看看院長是不是在你重視經濟發展 能夠做好這些環境管理 不知道要怎麼來處理 署長給您報告 我想謝謝委員一直在關心環保這一部分 那麼有關剛剛提的就是 其實在土壤污染跟廢棄物的這個檢驗 其他方法是不同的啦 剛剛委員講說用防水去測 那是測土壤的部分 當然在廢棄物可能被任意棄制的這一部分 是院長一直交代我們要嚴格的去執法 因為我們知道署長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廢棄物被這個 廢棄物污染農地 然後這個環保單位不趕快用這個 重金屬總量檢測 然後拖延時間 或者是又送那個檢調單位 等於是一個簡單的事情變成很複雜 然後拖延那個整治的時間 所以這樣子再加上地方的環保單位 可能廢棄法有提高那個罰環很高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地方環保單位 他們用的這個罰環的金額都六到十萬就是很低 所以變相就鼓勵一些這種廢棄物不當的傾倒 那我是要跟院長來表達就是說 目前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如果我們現在不趕快再種事的話 可能以後我們種出來的 的那個農作物大概都是不健康的 或者是根本種不出來 那現在我們知道在配合那個工廠輔導法 其實是一個契機讓我們趕快做那個做好管理 那這裡就是要跟院長再說明就是說 因為這個管理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知道環保單位很認真在執行 但是以環保署現在的預算 坦白說要去做這麼嚴重的這些污染的整治或者是管理 坦白說我想署長也知道人是不夠的 那我們知道現在的產業譬如說中鋼 中鋼 中龍這些電鋼業 他們的生產沒有把外部成本內部化 所以他們的成本是比較低 但是低成本的這個產品請銷到歐洲 我們看歐盟在4月9號已經開始對台灣徵收這個反傾銷稅了 也就是我們發展這個經濟 我們製造這些低價的鋼鐵 但是卻造成台灣的污染 廢棄物很多 我要跟院長報告 這個念鋼業的廢棄物也很多 也是目前造成農地污染的主要的廢棄物來源 那這些石化產業包括在領海工業區 領原工業區 六親離島工業區 還有加上中鋼 中龍 還有很多這些所謂燃煤發電 其實就是中南部空氣污染 還有農地污染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以現在就是要拜託院長就是說 目前中鋼其實是沒有配合緊急防治的減排 就是每次空污嚴重的時候是沒有配合的 然後這些國營企業外銷 我們看到有賺錢是沒錯 但是污染是很嚴重的 所以到四月的時候這個好像現在南部 常常都還是這個紙暴 紅暴這樣子 就是空氣還是很差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做好環境管理 那我在上次質詢的時候也提到就是環境資源部 那環境資源部要趕快成立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透過環境資源部的一個平台 然後才能夠整合目前 目前像這個環保署 水利署 林務局 水保局 地調所 氣象局 污水下水道單位 國家公園相關的單位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那預算有效的編列 人力有效的分配 分工 像我之前跟您提到的這個所謂的水資源的這個尋守管理 那這個部分都是能夠透過這個環境資源部 把這些人力把它劃進來 把它拉進來 然後這些人呢可以來做好環境的這個管理 那我們看下一張 就是我要跟院長再強調 現在就是要趕快來成立環境資源部的時候了 就是把這些單位整合進來 我想張署長也非常清楚 用少數的空污基金 水污基金 土壤 土壤 地下水基金 你是沒辦法做好環境管理的 那環境管理就是不只是整個空氣的問題 還有土壤的問題 還有山林保護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請院長能夠支持 謝謝 這個環境資源部的組織法 其實早經行政院通過 並且送請貴院審議 但因為貴院也法案很多 所以上屆貴院並沒有完成立法 因此屆其不續審 所以才法案又回到行政院 可不可以行政院趕快再送進來 我們現在就相關斟酌整個情況 在前面盤點後 那經過行政院會 會再送貴院審議 對 就是剛剛跟院長提到的 礦業法修法 行政院組織法 環境資源不成立 本席真的在這裡拜託院長 如果我們行政團隊 能夠重視這個議題 趕快來做立法的修訂 然後行政組織的重整 這個平台的建立 人力分配的這個尋守管理 那如果 如果目前還沒有修法 也還沒成立 那是不是院長可以 將我剛剛提到的 未來可能要化入環境資源部這個部門 那如果這些尋守啊 這些環境污染調查 水源區尋守 還有這些相關的業務 是不是現在就可以 透過行政院的這個整合 現在就可以啟動了呢 對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土地是祖先留下來 是要傳給子孫的 也是現在我們生活所依靠的 那對於土地的污染 我們絕不容喜 所以應該有三個方面來做 因為我從地方一層一層上來 非常清楚 我們張署長也非常有魄力 非常能幹 他也非常清楚 所以這分三個方面 第一 這個製造污染物的相關產業工廠 包括你說什麼工中鋼 他也這個如果有違法 那國營事業更是要嚴格 本身要做好 院長不好意思 我只有三十秒 那你三點講完可能來不及 我最後先提一點 就是因為院長也是法律出身的 那目前很多這個污染 廢棄物亂丟都會送檢調 那檢調這邊人力不足 那就會拖延這個調查的時間 那我要拜託院長還有署長 就是如果行政團隊 能夠依現況簡單的認定污染 不需要送檢調的 就不要送檢調 因為這次談談市政府 這個廢棄污染就是送檢調單位 那拖延整個調查 那這裡就是要拜託院長 如果違法的是要檢調 如果行政處罰的 對 能夠 謝謝 謝謝 謝謝